原定在4月份还5月份办理的秀林乡长与民有约即阶层建设座谈会 由于疫情的影响延到7月份还有8月份召开 而秀林乡长王玫瑰也率领各科市主管前往各村来听取村民的建言 希望直接听到村民们的需求来建设地方解决部落各项的事务 关心地方各项部落建设和村民们需求的秀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之后都会在每年的春天之际 也就是4月份和5月份办理秀林乡长与民中有约即阶层座谈会 由于今年度受到疫情的影响 暂缓了三个多月了 为了实现多年的证件 提查民意 秀林乡公所并且在7月份和8月份安排前往各村听取村民们的需求 秀林乡公所乡长与民有约的座谈会 我们原本是在3月就要进行 那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延到这个月来办理 那是因为疫情舒缓之后 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的防疫措施的规定 我们来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目前已经办理了第四场 那之所以会办理是因为因应相名的需求 那有很多公所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声音 还是要透过乡长与民有约的机会才能够听得到 那我们大概在座谈会我们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宣导活动 会由我们的派出所或是卫生所来做政策的宣导 那第二阶段是进行我们课长 割科室主管以及乡民的提案 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个别的讨论 那在第三阶段就是由我乡长总结 并督促我们的割科室主管 在可许的合法范围之内 能够尽数来改善或是施作 那我就会督促割科室交办来办理 那第四阶段就是临时动役 那临时动役很多我们村子的村民 都会提出不同的一些意见 那我也觉得有大家的意见 乡公所才会做更多的事 那社区才会有发展 社区才会更好 你更让人家觉得我们的环境 或是设施也好 都有改善的一个情形 也成长了很多 修林乡从王贵率领者 各科室主管包括修林乡 修林乡 陈美莲 华人请分局 新城分局 除了宣导公所各项政策 请分局的政令宣导 村民门也直接写下自己的提案 由修林乡从王贵率和各科室主管 一向村民门解释 以及解决村民门需求 王贵率表示 希望透过基层座谈会 了解民意 解决部落各项事务 让修林乡更进步 更加美丽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